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经济会议上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讲 他清楚地表示是时候开始降息了 鲍威尔指出就业市场的降温是不受欢迎的 但他对通胀回到美联储的2%目标充满信心 认为降息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他的言论中鲍威尔强调了美联储的两大任务 控制通胀和促进就业 他的信心来自于通胀率从疫情期间的高点回落至接近目标的路径 然而失业率却在上升 这样的情况使得市场对降息的预期升高 交易员们押注于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将进行1%或甚至半个百分点的降息 鲍威尔的言论几乎可以被世卫战胜疫情初期经济震撼的宣言 并且他强调尽管任务尚未完成 但已经在恢复价格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一切都指向美联储正在开启一个新的货币政策篇章 未来的经济预测将在下个月的会议上揭晓更多细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经济事件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年度经济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明确表示美联储即将降息 这一消息引起了全世界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政策变动的背景 内容和潜在影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消息的来源 这篇文章由三大主流媒体LJZERO CNN NICKEY ASIA报道 分别在美联储主席发表讲话后 对其内容进行了详细解析 这三篇文章共同描绘了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的演讲内容 及其背后的经济逻辑 在这次年度经济会议上鲍威尔明确表示美联储支持降息 他指出就业市场的进一步降温是不受欢迎的 对通胀达到美联储2%的目标充满信心 鲍威尔说通胀的上行风险已减少 而就业的下行风险增加 政策调控的时机已经到来 未来的方向非常明确 降息的时间和速度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经济数据 经济前景的变化以及风险的平衡 鲍威尔提到国会赋予美联储的两项任务 是控制通胀和促进就业 他表示随着通胀从疫情期间的约7%回落到接近2% 他对通胀回到可持续的2%路径的信心增强了 但同时失业率也在上升 尽管过去一年失业率上升了近一个百分点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和招聘放缓 而不是裁员增加 但鲍威尔强调美联储希望防止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 他之前提到的为控制通胀而必须承受的劳动市场痛苦已成过去 当前的失业率为4.3% 大致处于美联储官员认为与长期稳定通胀相一致的水平 鲍威尔说 我们不寻求或欢迎劳动市场条件的进一步降温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支持强劲的劳动市场 同时在实现价格稳定方面取得进展 随着政策限制的适当调整 有充分理由相信 经济将保持强劲劳动市场的同时 回到2%的通胀水平 在讲话后 市场预期美联储在9月17至18日的会议上 将降息1%的百分点 但在鲍威尔的表态后 对半个百分点降息的预期 从之前的1%提高到1% CFRA Research的首席投资策略师Sam Stovall说 鲍威尔对首次降息表态明确 但对后续降息则不那么明确 所以我认为 他不会一开始就大幅降息50个基点 我认为 美联储希望以缓慢而稳定的步伐 进行这一早期的宽松 市场预期的降息将持续进行 期货价格显示 到2025年底 美联储的政策利率将从当前的5.25%至5.5% 降至3%至3.25%之间 这一范围 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保持不变 鲍威尔的言论 几乎等同于宣布战胜了疫情初期震撼经济的通胀爆发 价格的快速上升 导致美联储将基准政策利率 从接近零 提高到目前的5.25%至5.5% 这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即使经济多次预测衰退 通胀下降 经济增长继续 这些都构成了较科舒适的软着陆 现在降息的中局已经开始 鲍威尔说 虽然任务尚未完成 但我们在恢复价格稳定方面 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联储将价格稳定定义为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通胀率为2% 目前该指数的年增长率为2.5% 他还强调 政策调整的确是根据经济数据和风险平衡而定 未来的决策将更加灵活和数据驱动 在评论这一声明时 我们需要考虑几个方面 首先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 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紧缩政策 以控制飙升的通胀 现在 随着通胀得到初步控制 美联储开始转向宽松政策 这标志着 从紧缩到宽松的新篇章 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都有深远影响 其次 这一政策变动将如何影响股市和债市 降息通常被视为利好股市的消息 因为较低的利率 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刺激了投资和消费 然而 债券市场的反应可能更加复杂 部分投资者可能会担心 降息会削弱债券的收益率 此外 国际市场也会密切关注美联储的动作 全球经济高度互联 美联储的政策变动 会通过资本流动 汇率波动等多种渠道 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 特别是其他央行 可能会相应调整他们的货币政策 以应对美联储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 最后 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 虽然鲍威尔对恢复价格稳定 和支持就业市场充满信心 但政策的实际效果仍需观察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 复杂多变 最终效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全球经济环境 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市场预期等 总的来说 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的讲话 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 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蓝图 尽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但这一政策转向 无疑为市场注入了积极因素 我们将继续关注相关动态 并在未来节目中 为您带来更多深入分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股市分析 特别节目 希望我们的分析 能为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洞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联邦储备局 简称美联储 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 Jerome Powell 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 年度经济会议上 发表了一篇备受期待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 是时候开始调整政策 进行降息了 鲍威尔指出 就业市场进一步降温 是不受欢迎的 同时他对达到美联储设定的 2%通胀目标充满信心 鲍威尔的主要论点是 通胀风险已经减少 而就业风险则在增加 这表明美联储可能需要通过降息 来防止经济过度放缓 鲍威尔强调 政策调整的时间和速度 将取决于即将到来的数据 经济前景的变化 以及风险的平衡 美联储的双重目标 是控制通胀和促进就业 鲍威尔指出 通胀已经从疫情期间的 约7%回落到接近2% 这让他对在可持续的 2%路径上 控制通胀的信心增强 然而 失业率也在上升 尽管这主要是由于 劳动力供应增加和招聘放缓 而不是裁员增加 美联储希望防止 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 目前失业率为4.3% 大致处于与长期稳定 通胀相一致的水平 鲍威尔的言论 得到了市场的热烈反应 交易员们预计 美联储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 可能会降息1% 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 降息半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增加到了三分之一 这表明市场对 鲍威尔言论的积极反应 并预期降息的步伐会继续 鲍威尔的言论 几乎等同于宣布战胜了 疫情初期震撼经济的通胀爆发 快速上升的价格 曾导致美联储 将其基准政策利率 从接近零提高到 目前的5.25% 至5.50% 这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即使经济多次预测衰退 通胀下降 经济增长继续 这些都构成了教科书式的软着陆 现在美联储进入降息的阶段 标志着货币政策的新篇章的开始 然而 鲍威尔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 美联储将如何在这一长期期待的政策宽松中 进行权衡决策 美联储官员将在下个月的会议上 提供更新的经济预测 以便给出更多关于基准政策 利率预期如何演变的细节 此次演讲 在怀俄明州的大提顿国家公园的 杰克逊狐旅馆举行 这里是全球央行行长 和经济学家汇集的平台 旨在塑造货币政策和经济观点 鲍威尔的这次讲话 基本上确定了 美联储通过早期言论 和7月会议的读取结果 所传达的决定 即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同意降息 可能会在下个月开始 总结来说 鲍威尔明确表示 美联储即将进行降息 这标志着美联储政策的新篇章开始 他强调 虽然任务尚未完成 但在恢复价格稳定方面 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并对未来通胀达到2%的目标 充满信心 这一政策转变 对投资者和经济参与者 都有重要影响 市场正在密切关注 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